第十章 腰腹部临床问题 179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什么? 答一 腰背疼痛 绝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有腰背疼痛 既有先腰痛后腿痛者 也有先腿痛而后腰痛者 患者疼痛范围较大 主要在下腰部和腰底部 疼痛较深在 定位不准确 间歇性反复发作 多因转身或弯腰等动作而诱发 休息后好转 严重者卧床不起 咳嗽 打喷嚏 用力大便食 使疼痛加重 腰部活动受限 后身受限明显 二 下肢放射痛 一侧下肢炎作骨神经分布区域放射性疼痛 为肯定的主要症状 大部分发生在腰背痛后 也可以与腰背痛症同时出现 少数患者先出现腿痛 表现为顿痛 逐渐出现 慢慢发展 疼痛也可乘放射性 由臀部开始逐渐放射至大腿后外侧 小腿外侧至足根 足背 足指 影响站立和行走 患者行走时洗身体前倾 卧床时洗侧卧 呈弯腰曲细状 既有持续性疼痛 又有突发性加重 如某种体肢 咳嗽 蹲位大便食 腿痛重与腰痛是此病的特点 有些患者双侧下肢疼痛 有些患者双下肢疼痛 走路多时疼痛可加重 三 麻木和发凉 并称久者 常有小腿后外侧 足背 足根 足掌的麻木和发凉 少数患者有安去麻痹 四 下肢肌肉无力或瘫痪 腰四到五椎间盘突出时 腰五神经麻痹 可出现静前肌 肥骨长肌 肥骨短肌 身母长肌麻痹 多出现小腿三头肌无力等症状 巨大椎间盘突出至椎管 压迫马尾神经 可出现双下肢放射痛 会阴去麻木 大小便无力 女性有甲性尿失禁 男性可出现痒尾 180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答 综合临床病史 体征和影像学检查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 应依据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 腿痛重于腰痛 腿痛成典型的 坐骨神经分布区域的疼痛 2 临床中有按神经分布区域的皮肤感觉麻木 3 直腿抬高较正常减少50% 健或有健肢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弓弦试验阳性 及国窝区域止压静神经 引起肢体的远近两端的放射痛 4 出现四种神经体征中的两种症状 肌肉萎缩 运动无力 感觉减退和反射减弱 5 与临床检查一致水平的影像学检查发现 包括椎管造影 CT或MRI等 在此基础上还需进行定位诊断和特殊类型诊断 181 腰椎间盘突出症如何定位诊断 答 硬实的了解与细致的体检 不仅能做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 而且能基本上做出定位诊断 这主要可根据不同神经根 在受到突出椎间盘组织压迫和刺激时 可产生特有的症状和体征来做出准确判断 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症 95%以上发生于14 5或15底一椎间隙 压迫了15或底一神经根 故主要表现为做骨神经痛症状 并有1%到5% 腰椎间盘突出发生在13 4椎间隙 压迫了14神经根 可出现骨神经痛的症状 1-13-4椎间盘突出 14神经根受压 出现腰背痛 宽痛 大腿外侧痛及小腿前侧痛 小腿前内侧麻木 骨四头肌无力 吸反射减弱或消失 2-14-5椎间盘突出 15神经根受压 出现腰背痛 底下不痛 宽痛 向下放射至大腿和小腿后外侧面的疼痛 小腿外侧或包括 指足背的麻木 偶有足下垂 吸反射 跟剑反射一般无改变 3-腰无底翼椎间盘突出 底翼神经根受压 出现腰背痛 底下不痛 宽痛 向下放射至大腿 小腿后外侧极足跟痛 小腿后外侧 即包括外侧三足指的足背麻木 肌力减弱不多见 若有肌力改变 则表现为足的直屈及趋母无力 怀反射一般减弱或消失 4-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 一般在腰四 腰五或腰五 底翼之间压迫麻尾神经 出现腰背痛 双侧大腿及小腿后侧疼痛 双侧大腿 小腿后侧 足底及会阴去麻木 膀胱及直肠 可约肌无力或麻痹 跟剑 肛门反射消失 一上所述 线将不同部位腰椎间盘突出症 具有定位意义的症状及体症列表10-1 表10-2 表10-1不同部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表现 续表 表10-2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表现 182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累积的神经有哪些 答 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是累积腰底神经从产生的症状 受影响的主要神经有骨神经 臂孔神经 做骨神经 图10-1 产生以上神经支配区的肌肉运动或感觉障碍 图10-1腰底神经根构成骨神经 臂孔神经 做骨神经 1.骨神经 来自第二道四腰神经 为腰从各置中最粗者 在恰翼内行走于腰大肌与恰肌之间 发出肌肢质盖两肌 通过腹骨勾韧带到大腿后 立即分为下列个中肢 一股四头肌肌肢 二隐神经 分布于并下方 小腿前内侧面 致足的内侧圆 三前皮肢 分布于大腿前面 图10-2 图10-2股神经支配皮区及肌肉 二二肺孔神经 来自腰二到四神经 自腰大肌走出即将入小骨盆内 经壁孔壁膜管出骨盆分为两种支 一前支 自壁孔外肌之前出骨盆行于吃骨肌 长收肌之后和短收肌之前 末稍微皮支 分布于大腿内侧面的皮肤 有时过细到小腿内侧 二后支 行于短收肌及大收肌之间 壁孔神经支配壁孔外肌 吃骨肌 内收肌和骨薄肌 并分支到髋关节图10-3 三 做骨神经 来自腰四 五神经根和底一道三神经根 是所有神经中最粗者 做骨神经经离撞肌下孔出骨盆到臀部 在臀大肌身面向下行 依次横过臂孔内肌 上下结结肌及骨方肌的后方 支配这些肌肉 并沿大收肌后方 半剑肌 半磨肌 骨二头肌之间下降 途中发出肌肢至大腿的曲肌 做骨神经在到裹窝以前 分为净神经和肥总神经 支配小腿极足的全部肌肉 以及出引神经支配区以外的小腿与足的皮肤感觉 图10-3 避孔神经支配皮区及肌肉 183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椎正位片 会有哪些病理反应 答 在正常的腰椎正位片上 椎体排列整齐无侧弯 急突基本在一条直线上 各椎体骨质完好无破坏 椎间隙左右等宽 关节突关节排列整齐 关节间隙清楚 无依行椎 脊柱列等病理改变 腰椎两侧的腰大肌成字内上 斜向外下斜行的三角形阴影 且两侧对称 两侧的恰骨一等高 骨盆对称 图10-4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椎正位片中 可能看到如下几方面的真相 1-腰椎侧弯 侧弯多见于腰四 5-追肩盘突出 侧弯的方向既可以突向幻侧 也可以突向见侧 一般认为 侧弯是突出物压迫神经根而引起的一种代偿性改变 当突出的随合位于神经根内侧时 要追侧弯突向见侧 当突出的随合位于神经根外侧时 要追侧弯突向幻侧 15-比翼椎间盘突出时 侧弯往往不明显 2-追间隙左右不等宽 侧弯突侧的追间隙增宽 这也是一种代偿反应 而不是因突出物占位所致 此争相对于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 并无特殊意义 3-骨盆倾斜 这是常见于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一种保护性姿势 普什-4腰椎正位X线片是一图 不同的患者会因年龄 并称或是先天因素等诸多因素 而产生不同的X线片表现 其中急突偏歪 特别是第五腰椎急突扭曲 往往是由于发育的结果 此外 一些腰椎先天发育畸形 如腰椎底化 底椎腰化 隐性脊柱裂 腰三横突肥大等 都会在X线正位片上有较为明确的反应 184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腰椎侧位片会有哪些病理表现 答腰椎侧位片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的重要价值 要高于正位片 在正常的侧位片上可以看到 腰椎有向前的生理突出 底椎有向后的生理突出 自胸十二椎体后下圆 至底一椎体后上圆坐一连线 另沿各腰椎椎体后圆坐一弧形线 二者成功形 椎间隙前宽后窄 乘斜形 椎间隙的宽度除腰无底一椎间隙以外 均是下一个椎间隙较上一个椎间隙宽 即腰四到腰五椎间隙较13到腰四椎间隙宽 腰三到腰四椎间隙较12到腰三椎间隙宽 椎间孔自上而下逐渐变狭窄 至腰三椎间孔肠成耳形 下位椎体的上关节突尖端 位于上位椎体下缘水平以下 图十杠五 在腰椎间隙突出症患者的侧位片中 常可看到如下真相 一、腰椎生理前突的改变 腰椎生理驱度可消失 严重者可出现与正常前突相反的后突 这是为了减轻对神经根及硬膜的压迫 而产生的保护性反应 图十杠五腰椎侧位X线片是一图 二、腰椎间隙的改变 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侧位片中 可表现为除了腰五 抵一椎间隙以外 下一椎间隙较上一椎间隙窄 初期椎间隙表现为前窄后宽 中晚期表现为椎间隙明显变窄 这意味着纤维破裂 随和脱出 三、突出不上下两个椎体前缘骨质增生 由于椎间盘蜕变 相邻的椎体出现了异常运动 故而产生了骨坠 这也是椎间盘突出的病例改变之一 四、椎间孔变小 这是由于椎间盘突出后 下位椎体的上关节突向上交错而至 若上关节突进入了椎弓下切脊 则可能欠压走行于其中的神经根 五、腰椎相邻后缘的钙化增生 这意味着陈旧性的椎间盘损伤或突出 随和钙化可出现腰部活动僵硬的症状 钙化必定会减小椎管的容积 又发出神经跟受压的真相 185 腰椎功能胃片 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诊断有什么意义 答 腰椎功能胃片 是让患者在曲曲位或过身位 照侧位或斜位片 或是左、右侧曲位照正位片 用以显示脊柱运动状态下病病部位的情况 对于有脊柱不稳定趋向的腰背痛患者 尤为适用 侧位曲曲位及伸展胃片 可以显示腰椎在运动中的排列关系 在正常的侧位片上 轻度的腰椎滑移是反应不出来的 但是在功能胃片可以得到很好的反应 在正常人 腰椎前驱是拍摄侧位向 其腰椎前缘平滑而连续 在有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腰椎X线侧位片上 其曲线多部规则 可呈T型排列 在同一片中观察腰椎后缘 在同一椎体上 沿腰椎后缘做椎体上 缘至下缘的连线 在正常人 每一椎体后缘的连线相互间连接较平滑 无明显成角 在腰椎间盘退行性变患者的X线片上 其椎体后缘连线间的夹角大且不连续 尤其是在腰椎间盘退行性变严中的 阶段上的表现更为突出 左、右侧区位是拍摄正位片 可以明确挤柱侧弯中的主弯存在的阶段 因为主弯在腰椎侧区时不能消失 而带长性弯曲则可因腰椎侧区而得到纠正 由于腰椎间盘突出而引起的腰椎侧弯 多是带长性弯曲 其性质与特发性挤柱侧弯是不同的 通过拍摄腰椎功能位片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 186 骨质疏松症的病因是什么 它引起的腰痛与腰椎间盘突出症 引起的腰痛有何区别 针刀治疗能缓解骨质增生症患者的腰痛吗 答 骨质疏松症是指各种原因所引起的全身性骨数量减少 骨小量间隙增大 骨机质减少和重量降低 骨的机械强度减低导致非外伤性骨折 或轻微外力 即可发生某些部位骨折的一种临床综合症 骨质疏松症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目前尚未完全清楚 目前比较公认的治病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内分泌紊乱 本病多见于老年人 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患者尤为多见 这表明 性激素对骨质的代谢有着直接关系 当肾上腺皮质功能抗紧时可引起骨质疏松 不仅是酷心综合症的主要特征 而且在临床治疗上 长期给病人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也同样可以引起 显然 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加速骨质疏松的过程 而性激素能抑制垂体前叶素 间接抑制肾上腺皮激素 所以老年人性激素分泌减少 特别是更年期后的女性则更易出现骨质疏松 二 钙代谢失调 毫无疑问 钙缺乏是成年人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 正常人每日摄入钙量约为一连NDKG体重 其中少量为人体所利用 大部分随尿及大便排出 以维持钙的代谢平衡 如果摄入的钙量减少 或是长吸收功能障碍 或是从尿及大便中排泄量增加 便容易引起缺钙造成的骨质疏松 此时 如果再加上内分泌紊乱因素的影响 则更易引起骨质疏松症 三 费用因素 正常情况下 由于肌肉的舒张收缩及各种硬力 压力而刺激骨骼组织保持正常的钙代谢平衡 但当肢体或全身 一旦失去生理性活动及体力劳动或锻炼 则容易引起骨组织内的一系列改变 而引发脱钙及尿钙排出量增加 导致骨质疏松 长期卧床者表现为局部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正多鉴于老年人 尤其以60岁以上女性多鉴 患者多宿全身疲乏 起卧床或养座胃而不愿活动 全身酸痛 由以腰部为明显 可由腰向臀部和下肢放散 亦可由背部向肋骨和腹部放散 患者自己感觉身高逐渐变矮 同样原因可使驼被畸形逐渐加重 X线片表现 脊柱骨质疏松 骨小量减少 椎体中间凹陷 乘于尾巴状 骨质疏松症所引起疼痛的程度 远不如腰椎尖盘突出症严重 且X线片表现截然不同 应用性激素 高蛋白 高钙治疗后 腰痛症状可减轻 根据上述分析 骨质疏松症表现的腰痛症状 不是软组织损伤引起的 而是骨骼本身病变导致 非针刀治疗时硬症 187 腰椎尖盘突出症通常需要与哪些疾病鉴别 答 腰椎尖盘突出症在启发病的不同阶段 可表现为腰痛 腰痛加腿痛 腿痛等症状 因此 腰椎尖盘突出症的鉴别诊断范围相当广泛 为避免重复 下面仅就常见腰腿痛疾患的诊断要点 加以鉴别 1强制性脊炎 发病年龄较轻 早期多表现为腰部 腰底部或宽部疼痛 腰部板直 病变向上发展 少数病例自上向下发展 可波及胸椎及颈椎 最后整个脊柱都可能僵直 X4线片可见骨质疏松 小关节间隙模糊 底下关节间隙模糊或程序齿状改变 晚期小关节融合 周围韧带概化成竹节样改变 活动期血沉可增快 少数病人有低热 据报道 类风湿因子阳性者占20%左右 95%的病人HLA-B27阳性 二 腰椎结合 发病年龄较轻 腰痛无反复发作的特点 仅少数腰4-5或腰无底 依靠近椎管处的结合 可产生放射性坐骨神经痛 多半有低热 倒汗 食欲减退等结合中毒症状 血沉多增快 并半有寒性浓重 癌科四线片可见椎间隙变窄 骨质破坏 出现死骨病伴有腰大肌阴影增宽 有时在肺内可查到原发病灶 三 腰底管内肿瘤 腰底管内以神经窍瘤 脊膜瘤 脊所瘤等为常见 此类肿瘤可引起腰 低 臀 腿痛 亦可引压迫 刺激马尾神经 导致双下肢感觉 运动障碍 或扩约肌功能障碍 即使在早期 亦多表现出两条以上神经跟瘦类的症状及体征 因此常需与中央型椎间盘突出症鉴别 前者的特点是发病较缓慢 症状及体征多层进行性加重 脊所瘤有时做钢疹可察觉 当瘤体较大时在腹部可触到 此外 X线片 CT 脊髓造影 磁共振等对鉴别此类疾患有重要价值 4. 锥体转移 年龄较大 疼痛为持续性 休息往往不能缓解 有癌转移的锥体部位有深扣痛 晚期可出现恶病痣 部分病人可查到原发造 X线片可见骨质破坏 锥体压缩变扁 但锥间隙往往正常 5. 锥体原发肿瘤 锥体可发生血管瘤 骨去细胞瘤等 带少见 腰椎X线片可为诊断提供依据 6. 腿形性腰椎滑脱 此类病人可出现腰、臀、腿痛 多鉴于老年女性 X线片可见腰椎小关节 腿形性变化比较重 多发生在14-15 15. 上关节变宽 且长向前增后 突出压迫神经根 固有时称其为上关节图综合症 CT扫描可清楚显示神经根受压情况 并可对神经根管做出测量 7. 腰椎管狭窄症 固明思义 是腰椎管便狭窄压迫马尾神经产生的症状 与中央性椎间盘突出症相似 前者发病较隐蔽 疼痛相对轻 肠具有所谓间歇性脖形 主观症状重 客观体征少及腰后身试验阳性 常可借助CT 此共振检查加以鉴别 8. 腰椎后关节滑膜前顿症 此症发作时 多有腰部前趋加旋转的动作为诱因 以腰部疼痛剧烈为主 多在后关节部位压痛明显 放散不明显 正骨手法调整腰椎关节位置 可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9. 离状机综合症 多表现为臀部及下肢痛 一般无腰痛 肠胃慢性发病过程 亦可有急性发作 患者的疼痛沿着股神经线路传导 离状机中断压痛且向下放射 离状机紧张试验阳性 慢性患者离状机触诊手下应忍 即纤维紧张 10. 臀上皮神经综合症 是臀上皮 神经在寻形部位受压迫或刺激产生的臀腿疼痛 疼痛一般不过膝关节是该病的特点 在臀部可触及直径约数毫米 长数厘米的痛性筋数 无神经根受累体征 11. 第三腰椎横突综合症 此症的常见症状是腰、臀、腿痛 其特点是腰三横突不压痛 有时可发生骨内收肌部的自发痛及压痛 无神经根受压体征 12. 盆腔出口狭窄症 坐骨神经经离状机下源与底结结韧耐之间 传出盆腔 走行于软组织形成的纤维管道内 后围臀大肌、前围上、下结绝肌、臂孔内肌与骨方肌 任何外来的压力及刺激如驴状肌静腕肥后 粘连、肿瘤、静脉、静脉曲张等 都可导致此管道狭窄、引起坐骨神经痛 及下肢肌肉萎缩活动受限 其特点是一般无腰痛、亦无腰椎不扣肌痛 压痛点多在臀部、环跳处 感觉其运动受类范围广 及肝性分布特点 下肢旋转试验阳性 13、老年性骨质疏松症 多见于停静后的老年妇女 患者胸腰段脊柱多成圆形厚秃 腰背部疼痛多为持续性 可出现放射痛 X线片是脊柱呈广泛性骨质疏松 骨小凉变息、变少 椎体呈凹陷性改变 服用磁激素及盖剂等药物可使疼痛缓解 14、内脏疾病牵涉性腰腿痛 腹腔、盆腔脏器或腹膜外急患 常可通过交感链或交感神经节的交通之影响 即神经引起腰部和腿部的疼痛 此类病人腰部活动可正常 无明显压痛点 15、神经根炎 单发的神经根炎多激发于椎间孔周围的病变 应注意检查发病原因 多发性神经根炎感觉障碍多成手套 袜子有分布 运动障碍较对称 且多半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 如皮肤粗糙脱血 腕之苍白或轻度发干 皮肤汗多或无汗等等 此外 当腰椎间盘突出正经出现腰痛 尚未发展到腿痛阶段时 往往需与单纯性腰痛鉴别 如肌肩韧带损伤性腰痛 腰背筋膜炎 腰椎退行性关节病 腰底椎引裂等 不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有什么症状 体征 答 少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 根本不表现出腰腿痛 由于脱出物压迫 刺激的神经种类不同和压迫 刺激神经的程度不同 出现的体征和症状也不同 1. 只出现下腹部疼痛 特点是腰椎间盘突出产生的下腹部疼痛 是放射性疼痛 在疼痛局部没有压痛 而且疼痛的发作与身体姿势和活动有关系 例如弯腰 走路都能促使疼痛加重 这使脱出物压迫 刺激恰附下神经和恰腹骨神经的缘故 2. 只有持骨联合的前面和外阴部疼痛 疼痛成阵发性 坐或站的姿势不合适 或走路过久就发作 疼痛大多比较剧烈 局部没有压痛 也没有红肿等一场特征 是由于脱出物压迫刺激恰腹骨钩神经的缘故 持骨联合前面和外阴部疼该神经分支支配 3. 只表现下肢麻木 有的出现小腿外侧麻木 说明S2神经受刺激和压迫 有的只与第二指之间出现麻木 肥身神经受压 上述两处麻木 是诊断第五腰椎间盘拖出的有力体征和症状 有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单纯出现下肢麻 凉或发热的感觉 这可能是拖出物压迫刺激的神经 属于传导冷热感觉的神经纤维 4. 患之肌肉萎缩 肌力减弱 或整个下肢变粗 肌肉肥大多是由于拖出物刺激了脊神经 影响了自主神经 引起下肢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的改善 促进了下肢肌肉发育 189 怎样鉴别诊断腰臼肌老损与腰椎间盘突出症 8. 腰臼肌老损与腰椎间盘突出症 所表现的主要症状 均为腰腿痛 两者症状相似容易混淆 在腰部软组织损伤中 以腰臀部肌肉老损为最多件 多数的腰椎间盘突出正常合并腰臼肌老损 腰椎间盘突出症单独发生者少见 两种病的鉴别要点列表如下进行对比 以方便于临床诊断 腰臼肌老损与腰椎间盘突出症间别要点表 190. 腰椎间盘突出症 针刀治疗应如何进行 答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治疗中较为复杂 一般情况下 急性腰椎间突出症患者 治疗已绝对卧床休息为主 配合腰椎硬膜外注射治疗或抵疗 针刀治疗主要在椎间内孔和椎间外孔的松解 解除神经根在椎间孔部位的牵扯和挤压 使因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神经根紧张变松弛 回缩 从而避开突出椎间盘组织的压迫和刺激 针刀直接切割L45 L5到SE椎间外孔的纤维格组织 放松L34 L45椎间盘突出5拉紧的L4 L5神经根 具体操作 在L45急突之间 L5到SE急突之间水平旁开2.5厘米左右 按压至关节突外圆骨面 针刀刀口限于脊柱纵轴平行 针体垂直刺入慢慢探索至关节突骨面 一针至上关节突外圆刺切 针下有明显韧性组织阻挡感者 针刀切开松解之 临床中如出现下肢疼痛明显 可选两个椎间孔一起松解 若有下肢麻木 重点松解换侧腰大肌筋膜 该处近针点选L34急突之间旁开3厘米 针刀垂直皮肤刺入达14横突背侧骨面 再移动针刀刃至骨下缘 继续伸刺1厘米左右 针下有明显阻挡感 将硬刃肥厚的腰大肌筋膜十字切开 切开椎间内孔 实质上是将靠近关节突内侧的黄刃带切开一部分 与切开后关节囊合起来松解 就是椎间孔后路减压了 191 在临床中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针刀治疗时并没有松解椎间内外孔 也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主要做什么地方 如何理解 但如今临床上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 并不是严格按照诊断标准确诊的 常常是根据CT MRI报告及患者有腰腿痛的临床症状确诊的 他们的症状并不一定来源于腰椎间盘突出 压迫或刺激了神经根 可能来源于腰椎后关节紊乱 腰臀部软组织损伤等 另外一部分患者开始的症状可能与腰椎间盘突出有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后通过治疗或人体代常调节 椎间盘突出部分对神经的刺激与压迫已经解除 仍然存在的腰腿痛症状是激发引起的腰 臀、腿部位的软组织损伤 换句话说 仅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后遗症 这种情况 我们主要选择以下部位治疗 并变疾涂旁的伸压痛点 腰四到底翼的脊肩 疾涂上 臀大肌底骨腹着点 臀大肌恰骨腹着点 臀中肌恰骨腹着点 臀小肌恰骨腹着点 恰疾后缘 骨骨外侧中段 骨骨下段恰近数覆盖区 离撞肌踢表投影区 肥骨头前下方 肥骨肠肌和小腿三头基础 多有硬结和调索及肌肉变影 枕刀达病造处玻璃松解 腰椎病变几度偏歪折 可配合侧颁受伐角症之 192 腕着下肢以麻木为主 直腿抬高受限 根据腰挤出三种试验检查 排除椎管内病变 多应考虑神经根绣与突出的水和粘连 针刀治疗怎样操作 达 针刀治疗应在病变间隙 急凸间 水平旁开3到4厘米处定点 刀口线与人体纵轴平行 针体垂直皮肤刺入探至下位锥体的横凸骨面 然后将针刀提至皮下 针体向外向后隔倾斜45度角 即将针刀刀刃鞋向内 上方刺至上位锥体横凸根部 针间打骨面后 紧贴横凸下缘 锥弓根下缘探至锥肩孔之骨边缘 小幅度提差切割 松结骨孔边缘粘连组织及纤维格 将神经根与锥肩孔的软组织粘连书包开 针下右松动杆后出针 然后 将换之被动直腿抬高至90度 并向上推压两下以进一步切拉神经根 使为完全松开的粘连拉开 该操作松解了锥肩外孔的纤维格 解除了神经根的签拉 也切开了横凸根部的横凸肩基于横凸肩韧带 解除了神经后支的卡压 切开关节突外圆的乳突复突韧带 解除了腰神经后内侧之卡压 图10-6 可谓一针三得 图10-6乳突复突韧带针刀松解 193 患者通过常规保守治疗后 下肢症状逐渐消失 唯独留下腰痛症状者 排除锥管内病变 考虑腰神经后内侧之卡压症 应如何针刀治疗 达 在疼痛明显处上数一道二锥体的急突旁 寻找压痛点 针刀松解腰椎上关节突腹突韧带 图10-6 具体操作方法 刀口线与脊柱方向一致 真体垂直于皮肤 缓慢下探达关节突入突骨面 将刀口线旋转约90度 针刀间向脊柱外侧移动至骨边缘 纵切二到三刀 手下有韧带钙化之足力感 沿着乳突外缘骨面纵形切割 针下可传来咯吱 咯吱的切割声 针下有松动感即可出针 窗可贴保护针孔 194 要追尖盘突出症 急性疼痛等症状通过治疗已经消失 而遗留的小腿后外侧麻木或酸胀不适 足底足背麻木等却总难以消除 主要症结在什么地方 答 古人云 痛症抑制 麻木难疗 腰椎间盘突出症通过常规的卧床休息 牵引 手法 封闭等疗法治疗 症状多能得到缓解 但痛症消失后 小腿外侧的麻木 酸胀不适感 再用上法治疗则无济于事 其原因自然是腰 腿部肌肉动态平衡失调 粘连 斑痕压迫神经 血管所致 临床观察发现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导致上述遗留症状 A 我们知道L45之间锥肩盘突出 突出物压迫L5神经根 可导致小腿外侧或足背麻木 L5到SE之间锥肩盘突出 突出物压迫SE神经根可导致小腿脊足外侧 包括外侧三个阻止麻木 所以L45 L5到SE锥肩盘突出后锥体错位为矫正 神经根周围 如根绣部位 软组织粘连是上述遗留症状的常见病因 B L45关节突 横突乳突部位病变 如腹筋多裂机损伤等 也会反射性引起小腿外侧疼痛 麻木 C 鲤状机损伤压迫坐骨神经之肥神经之 鲤状机 扩筋膜张机 恰镜术等软缩 变硬 可致小腿外侧感觉异常 有时臀中肌损伤 臀小肌损伤也可引起小腿外侧的不适感 D 肥骨肠肌及小腿外侧筋膜损伤变性 在肥神经管和肤管处卡压神经 血管导致足底 小腿外侧麻木 当然 小腿外侧局部软组织损伤 病变也多在酒型 天气变化时一出现小腿外侧酸胀不适感 1 膝关节周围滑囊炎 硬下脂肪电炎 国窝不囊肿等也可引起上述类似症状 以上因素引起的症状 可根据不同患者的临床体征 用针刀治疗 疗效可靠 老年人扮小腿抽筋还应适当补钙配合治疗 195 针刀能否用于治疗急性腰扭伤 急性腰扭伤本来有局部水肿 用针刀治疗会不会加重症状 答 急性腰扭伤一般不用针刀治疗 不是针刀疗法不能治疗 只是说不是首选的治疗方法 因为急性腰扭伤的病理变化 主要是局部软组织撕裂 渗出水肿 局部无菌性炎症或者是腰椎小关节稳乱等 治疗 以消炎消肿 矫正错疑 如盲目用针刀在疼痛点及压痛点治疗 可能会加剧局部损伤而使症状加剧 但有时腰扭伤导致腰部一侧肌肉变硬 静暖 筋膜绷得过紧 肌纤维紧张 使肾猪液不能扩散或被吸收 水肿膨胀压迫周围血管 神经引起症状的 用针刀松结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是因为此时的主要问题视力平衡失调 针刀可以通过切割松解筋膜调整之 提出这个问题 说明还是不明了针刀治疗的特点或长处 在于松解粘连和斑痕 调整人体的动态平衡 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类疾病的治疗有独特的作用 但对腰肌慢性损伤之际性发作的治疗 就应该标本兼致 即局部封闭加针刀松解加手法矫正等综合治疗 才会取得更好疗效 196 腰围对腰椎尖盘突出症患者有什么作用 腰围是怎样制作的 答 许多腰椎尖盘突出症患者都曾使用过腰围 他们中有的是在医生指导下佩戴了腰围 有的则是自行购置佩戴 其实 腰围是骨科常用的织具中的一种 其主要作用是制动与保护 1. 制动作用 腰围一般用皮革或帆布衬以钢片或竹片制成 佩戴时上方到达下类弓 下方覆盖恰吉部 前方裹紧 因此 当佩戴上腰围时 对腰椎的活动 尤其是前驱活动会起到限制作用 使腰椎局部组织可以得到相对充分的休息 缓解肌肉静弯 促进血运的恢复 消散质痛物质 使神经跟周围及椎间关节的炎症反应得以减轻或消失 2. 保护作用 由于腰围能加强腰椎的稳定性 因此 当腰椎肩盘突出症的患者 经卧床或牵引等治疗后开始下地活动时 常佩戴腰围以加强保护 使腰椎的活动量和活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以巩固前期治疗效果 另外 由于目前腰围的种类很多 出现了药物腰围 磁疗腰围等 它们除了制动与保护功能以外 还能服以中药离子导入 磁疗等作用 也可根据患者病情灵活选用 197 卧床休息治疗 腰椎肩盘突出症应注意些什么 答 利用卧床休息来治疗 腰椎肩盘突出症 方法相对比较简单 但卧床休息还是有许多应该注意的问题 如果解决不好 疗效就不能得到保障 一 卧床要求卧硬板床 具体讲就是木板床上普薄入货垫子 较硬的踪床也可以 二 患者仰卧时 可在腰部令夹一薄电或令吸 宽保持一定的区区 这样可使肌肉充分放松 辅卧位时则床面要平 以免腰部过度厚身 三 卧床休息要严格坚持 即使在症状缓解一段时间后 佩戴腰围下床 也不能做任何需要动作 如患者因生活不变而不能坚持卧床休息 会影响疗效 四 卧床休息中最难坚持的是在床上大 小便 如果患者不能接受平卧位大小便 可以浮拐或由人搀扶下地去厕所 切记在床上做起大便 因为这是腰部过度前驱 追肩盘更易厚突 当然 在卧床一段时间后 如能配合推拿 针灸 针刀 理疗等方法进行综合治疗 会取得更好的疗效 198 为什么说腰底部疼痛的诊断与治疗 在全身各部位疼痛症的诊治中都很重要 答 腰为全身的运动枢纽 也是全身发病的枢纽 是颈尖腰腿痛的核心部位 腰部发生病便出现疼痛 向上可以引起背痛 肩痛 向背痛 颈尖痛 颈背肩臂痛 向下可以引起臀痛 底痛 宽痛 臀腿痛 向前可以引起腹痛 并发一系列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内脏功能失调或密尿 生殖系统功能紊乱等真相 譬如很多颈椎病患者的原发病 就是腰底部病便 仅仅在颈尖部位治疗有效却容易复发 我们又称为腰原性颈椎病 只有从腰底部入手治疗 才可以取得更好的疗效 譬如膝关节病患者的原发病 也是来源于腰底部位的损伤 很多人在膝关节局部下了很大功夫治疗 疗效都不理想 也是这个道理 要想取得疗效 就当从腰底部着手 整体乱治 再譬如 有些患者上比疼痛久治难愈 却发现腰部被阔肌附着部位损伤明显 针刀松解后 上肢症状消失 199 腰椎横秃压痛点有何临床特点 如何检查 答 腰背筋膜浅层附着于腰椎各个疾涂骨面 包裹底及肌腹着于癌痒一道四横突间端 横突平面的腰背筋膜被称为腰背身筋膜 该处筋膜与腹横积相续 构成腹腔壁的一部分 横突间端部位及慢性损伤均可引起腰痛 部分患者还可出现肋功痛 上腹部紧束感 腹部不适 腹胀 腹痛 矮气 吞酸 恶逆 为那不佳 消化不良 习惯性便秘或慢性腹泻 常诊断为过敏性结肠炎等 双次L12横突部位同时病变者 腰痛可向上传导 并会基于T11或T12几突部位 患者自觉几突部位疼痛 处诊检查还可有压痛 若有患者在T11 T12几突部位疼痛及压痛者 一定要检查L12的横突肩部位 是否有压痛或扣肌痛 治疗时 先单独解决L12双侧横突肩部软组织损伤 若T11到T12几突部位疼痛不缓解或消失 再考虑几突部位的治疗 有些患者并造在腰椎横突 但是并没有腰痛的症状 只表现为腹痛 我们应积极检查腰椎 若在腰椎横突部位查的压痛点 可先行腰部治疗 检查方法 患者俯卧位 医生两手伸开 拇指分别紧贴在12肋骨下缘 竖几肌外缘按压 拇指向内向下滑动按压 处级横突肩10 手下有应任务 压痛 图10-7 图10-712横突压痛点检查 12-3级突间隙水平线与13横突在一条直线上 13-4级突间隙水平线与14横突在一条直线上 检查时 拇指在相应水平线的竖几肌外缘 向内向下按压 可查的压痛点或触及13或4横突间端 200 治疗13横突综合征 有时进针后 并不能恰好将针刀刃抵至横突肩部 而是达到横突症中间骨面 要移动针刀刀刃 阻力很大 常常把针弄弯 请问有什么办法克服 答 治疗13横突综合征 针刀不能恰好抵住横突肩部 在临床操作中是初学者常常遇到的问题 针刀刺入皮肤直达横突肩部是不容易 但我们可以先将针刀刺到横突的中断骨面 然后将针体向脊柱侧倾斜 以体表治疗点为支点 令针刀刀刃轻轻移向横突肩 如此操作既安全又准确 要想顺利达到这一目标 首先要选择较长的针刀 对一般体格的患者 我们多选一型三号针刀施术 身体较胖大者 多选一型二号针刀 这样握在手中的针体就相对较长 令针刀刀刃移动的动力杠杆较长 根据杠杆原理 力量的大小与力壁长度成反比 所以我们即可用较小的力 而使受阻明显的针间向腰球的方向移动 用手指抵住皮肤数针体 以此点为支点操作 多数学员没有掌握这个技巧 常选用相对患者体格较短的针 如一般情况选四号针刀 操作时使大部分针体刺入人体内 握在手中可移动的针体很短 从而形成了倒置的杠杆 只有用很大的力才能克服阻力移动针刃 这种状况常导致操作失败 其次操作前一定要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 不要紧张 特别是腰部肌肉 丰满有力 紧张时肌肉可加持针体而导致致针 如强行移动针间 势必造成弯针或断针 患者如因疼痛或害怕而使肌肉紧张时 可暂缓操作 待肌肉松弛时再行实术 以上针刀操作技巧和注意事项 不仅是用于腰三横突综合症的治疗 也是用于身体各个部位的针刀操作 当然 要想在临床操作中做到游刃有余 除了有坚实的解剖知识 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要用功锻炼自己的指力 掌握用力技巧 否则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01 在腰椎横突压痛点进针是很难找到腰椎横突 其原因主要是进针不敢过身 腰椎横突如何找准 进针深度约为多少 答 临床中治疗腰三横突综合症 以及脊损伤等腰部软组织病变识 如何找到横突尖端骨面 是初学者肠胆棘手的问题 腰椎共五个 急突为长方形扁板 承水平位 伸向后方 横突薄而长 腰一到三横突逐渐增长 其中腰三横突是所有椎骨中最长的 第四 腰椎横突较短 腰五横突最短 从人体解剖可知 腰椎横突肩与正中线极度之间的距离为 2.5到3.5厘米 与上位腰椎极度肩下处于同一水平面 故体表定位一般可以根据上述两条纵 横线之交叉点定位 横突与体表的距离 一般人为4.5厘米 较胖大的人为5到6厘米 较瘦小之人为3到4厘米 当然现在很多超瘦的女性 皮肤与横突肩端骨面的距离非常短 长在2厘米左右 上述数据可供临床参考 但腰椎横突多有变异 特别是病变不维持横突 有的左右不对称 有的上下不水平 有的两侧横突前后位置也不在一个平面上 故临床操作切不可死板 有人先用手摸 将手伸开 母食指形成弧形卡在患者肋骨下 拇指由外向内推顶 由底及肌外缘 拇指处急的硬物一般即是腰三横突肩 有病变的话则有压痛 拇指按压处平行向脊柱方向移动一厘米左右 用紫药水定点 然后将一金属环放于定点处用胶部固定 让患者拍腰椎X线平片 根据金属环与横突肩的相对位置 调整近针点部位 当然 腰椎X线侧位片 可显示皮肤与急突根部的距离 作为近针深度的参考 为保险起见 可将针间斜向脊柱方向近针 达横突之后再向外移动 也有人用长针头或针灸针先左右提差 探准横突肩后 再拿针刀沿针头或针灸针的方向刺入打鼓面 因为针灸针总是比较细 刺激量小 患者容易接受 用长针头探的话 还可以顺便向横突肩部 手术部位 推住一些菊麻药物 以减轻手术时的不适感觉 治疗一到三腰椎横突肩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物身刺 否则易误入腹腔 甚至损伤肾脏 图10-8 操作熟练之后 可左手拇指向内向下挤压抵住横突 右手持针 沿右手拇指用力方向刺入 可直达横突肩骨面 如此操作较为变当 202 在治疗腰三横突综合针的过程中 针刀刺至腰身筋膜时有增厚 坚硬质感 行动型切割后继续探找L三横突肩 没有探到 心有些切 出针 但患者立马感觉腰痛几乎没有了 为什么 答 首先腰身筋膜增厚 变性坚硬即是腰部损伤后常见的病例改变 这种变化可以引起持续性腰痛 问题里所谓的腰身筋膜可能是次在了增厚 甚至乱缩变性的腰中层筋膜上 即附着在横突尖端上的腰背筋膜 横突肩端偏外侧的腰背筋膜及腰类韧带 图10-9 腰三横突综合征的主要病因是 当人体做过多的持久的弯腰屈身活动时 一三腰椎横突肩部就会摩擦 损伤腰背身筋膜和底及肌而引起症状 筋膜磨损后 静暖 增后 牵扯 挤压周围神经 如臀上皮神经等出现疼痛 真到切割身筋膜解除其静暖 紧张状态 周围神经的刺激源消除疼痛自然缓解 横式杠八肾的踢掉投影 横式杠九胸腰筋膜水平切面图 另外真到松解筋膜上有针刺的作用 可使周围紧张 静暖的肌肉筋膜暂时松弛 使局部血液循环加快 并变处得到血液的充盈 能迅速解除缺氧刺激而止痛 机体受到刺激 可使中枢系同码非带物质含量升高等 就可达到及时阵痛作用 上述病例的情况 患者的腰痛症状 本身就不是腰三横秃综合症引起的 是恰腰韧带损伤增后 针刀将其切开松解达到了治疗的目的 如果确实是典型的腰三横秃综合症 此种情况以后还会复发 如果仅是局部有压痛 不能肯定病变部位即在横秃肩上 虽未寻到横秃 但真正的病变软组织已得到松解 并即痊愈 笔者认为在临床治疗中应灵活一些 检查 判断要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如果真下有阻力感 硬结 患者无异常感 周围无重要脏气 神经结 淋巴结 较大的血管等 很可能及时病到所在 真刀即可在此松解 而不必旨在检查判断的深度和方位进行治疗 时常有较好的疗效 负 腰背部筋膜分为腰背筋膜 腰方肌筋膜 腰大肌筋膜 腰背筋膜是全身最厚和最强大的筋膜 它包绕底肌肌形成技巧 并作为被阔肌 腹内斜肌和膜横肌检膜的起始处 通常将腰背筋膜分为浅 伸两层 图10-9 也有腰方肌膜并入而分为浅 腰方肌筋膜 中 深层 厚 浅层 三层大 203 针刀治疗要三横秃综合症危险吗 答 很多人不敢用针刀治疗要三横秃部 担心有危险 比如刺伤肾脏 刺破血管 损害神经等 认为即使把针刀准确地做到横秃肩部了 也还是危险的 图10-10 要三横秃前动脉 比如说 横秃前面水平方向走行的一个动脉 横秃前动脉 认为 治疗中真刃打横秃肩部后 往往只注意减少底级及损伤 松解横秃肩部基金膜组织 却忽略了紧贴横秃前下缘的横秃前动脉 由于此时真刃与横秃前动脉方向垂直 即使真刃严横秃肩部紧贴骨面松解 在横秃肩部下缘施术时 同样有切断或损伤横秃前动脉的可能性 于是主张在横秃肩部松解时 着重对横秃肩部上缘进行松解 确保横秃前动脉的安全 在松解横秃肩端下缘时 松解真拿横秃肩部松开 止于横秃肩端的筋膜 有镂空感后即可 甚至主张 在横秃的外下缘就不要切割松解了 显得十分慎重和小心 这种描述本身没有错 但很多初学者就十分担心 在横秃肩端松解 笔者认为还是立体解剖的认识不够 从尸体上看到的与活体上的还会有些差异 因为活体的水分多 组织间的距离就拉开了 如图时到时所示 横秃前动脉并不是紧贴着腰三横秃肩部的 它们之间有一定距离 治疗时 针刀以骨面为依托 切割变性的软组织 切割幅度不要过大 避免伤及动脉一点不难 204 患者弯腰时无疼痛 脊柱向后伸展时出现疼痛 应考虑什么病 如何检查和治疗 答 腰椎正常可前驱40度到60度 后伸20度到35度 脊柱后伸时腰痛明显 应考虑腰椎小关节综合征 腰椎关节又称腰椎后关节 是腰椎体相互连接的方式 这些关节发炎 紊乱 可在患者后伸时出现腰痛 CT扫描可以看到某些小关节 有明显的炎症改变 在椎旁有身在性压痛 小关节部位菊麻或震痛注射 可使疼痛明显缓解 急性疼痛菊麻即可 病痛叫长者 针刀刺达关节能切开松解 腰椎侧扳手法调整紊乱 205 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 刺入侧引窝松解后 患者出现体位性头痛 急作为立位时头痛严重 但平卧时头痛完全缓解 这是什么原因 应该如何处理 答 患者可能是针刀刺入椎管内松解时 将硬膜刺破 造成较大破孔 使脑脊液不断露出从而造成体位性头痛 因为对脑来说 脑脊液具有弹簧电的作用 可以缓冲脑在炉内的运动 当脑脊液缺失 气压力也就明显不足 缓冲效果自然下降 患者的头痛实为炉内低压性头痛 这种情况 常见于腰穿或硬膜外组织食物 穿破硬膜 治疗后出现典型的站 作为头痛 卧位则缓解 临床中 大部分病例中 破损的硬膜可以自行愈合 正常的脑脊液使压力恢复正常 在这个过程中 可服役知识疗法 如服用少量镇痛剂和口服较多液体 如果效果不好 也可静脉输入1000毫升生理盐水 加500毫克咖啡因 对严重病例 可以采用血块凝结法 即在硬膜外注射自然性血液 血块可以在硬膜破口处凝结 阻断脑脊液的不断泄漏 206 第十二类股下缘肌肉 韧带损伤形成的压痛点有何临床特点 如何检查该处的压痛 答 第十二类股下缘为下后聚集 腰恰累积以及腰背筋膜中层 及恰累韧带等组织的附着处 图10-11 慢性损伤时 会产生腰痛 上腹部疼痛 类公痛 检查方法 图10-12 病人俯卧 先触摸到第十二类股 用拇指指腹抵住肋骨下缘 滑动按压 手下可触及顿后软组织或硬结并伴有压痛 图10-11下类肌 图10-12 12类下缘压痛点检查 207 腰椎疾突与底中肌压痛点有何特点 如何检查 答 腰椎疾突与底中肌部位主要有腰背筋膜 L1-S4 背阔肌腱膜 以及肌腱膜附着 这些白色渐性组织在与骨面连接处损伤 可引起腰痛 腰底痛或底尾部疼痛 患者弯腰困难 久坐 久站后可使疼痛加重 肠与腰部深层肌肉老损同时发生 检查方法 图10-13 患者俯卧位 医生 用拇指指腹抵住胸腰断起吐尖端 骨面侧方或底骨中级的侧面 向下内侧方向滑动按压 有病变的部位紧张饱满 组织肥厚 压制酸痛 腰四 五级底一极度病变较多 S3四级中级部位压痛更为常见 有筋膜增厚现象 针刀治疗时 应注意把压痛处的增厚部分筋膜切开松紧 图10-13 腰椎极突与底中级压痛点检查 208 为什么极间韧带病变已发生在腰五 底一级腰四到五间隙 答 脊柱的极上韧带有95% 止于腰椎 三到四级吐 而止于腰五级吐的占百分之五 腰五底一五级上韧带 极间韧带为唯一连接两级吐的结构 此部位又处于活动的腰椎和固定的底锥肩 前拉硬力大 加上腰五级底一级吐发育不良 甚至引裂 因而 腰五底一肩及腰四到五肩 便成为极间韧带损伤的好发部位 极上和极间韧带的作用是限制脊柱过度前驱 当脊柱向前弯曲至90度以上后 底极基处于松弛状态 仅由韧带维持脊柱的姿势 由于腰四到五级腰五底一的解剖结构特点 当极度弯腰时 该部的极间韧带遭受的牵拉力 比其他部位大得多 尤其当膝关节伸直被弯腰时 骨盆被拉紧的裹绳机固定在寻后位 腰底部的软组织处于紧张状态 极间韧带受到高度牵拉 如果再继续受到外力作用就极易损伤 此外 腰四到五 腰五底一是脊柱腹中最大的部位 腰椎在运动中可随时前弯后伸 极突间隙也随之分离或靠拢 加大了极间韧带的磨损 加速了蜕变 极间韧带在20岁以后就可以随年龄增长 发生蜕形性变 Reason N曾统计306个极间韧带标本 20岁以上及有不同程度蜕变的占21% 蜕变发生的最高峰在30到40岁 达75% 蜕变纤维呈玻璃样变 肿胀 萎缩或断裂 成为韧带损伤的基础 有人统计 腰五底一极间韧带损伤 占全部极间韧带损伤的92.6% 亦有人提出 腰椎肩盘突出症和腰部肌肉劳损等病变 可加重极间韧带的损伤和蜕变 还有学者报道 在腰椎肩盘突出的同一间隙 有极间韧带病变的占40% 209 极间韧带损伤的病因和临床表现是什么 达 极间韧带位于相邻的两个脊突之间的较深处 细胞而无力 不如极上韧带坚韧 11-3的极间韧带分为前部 前中部 中部和后中部四部分 14-15和15-1的极间韧带只有前 中 后三部分 各部分相互交叉排列 极间韧带上有腰神经后肢分布 和极上韧带一起 发挥限制脊柱过度前驱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腰背部的趋 深动作尝试极图分开和挤压 造成极间韧带的各部分之间相互摩擦 签拉和挤压 日久可引起其变性 在此基础上 一旦加上外伤的因素 该韧带有可能发生松弛 破裂 穿孔 造成极间韧带损伤 因为极上韧带在腰底部多缺乳 在极度弯腰时 该处极间韧带所受拉力就更大 当在膝关节伸直位弯腰时 骨盆被固定在寻后位 极间韧带受到高度迁拉 都是极间韧带损伤好发于腰底部的原因 极间韧带损伤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腰痛 疼痛积压痛位置在两极突之间的正中处 劳累后极弯腰时 可使疼痛加重 休息后疼痛可暂时缓解 利多卡因局部压痛点封闭后疼痛暂时缓解 待腰性消失后压痛如前 腰部前驱功能受限 压痛点封闭后派腰椎前驱状态 下侧卫片可显示极突间隙增宽 腰极间韧带造影可发现部分断裂 完全断裂 松弛或发生穿孔 临床中需注意 一单纯急肩韧带断裂 主要鉴于腰部到底一阶段 二 急肩韧带损伤 有时往往合并腰椎肩盘突出症 三慢性急肩韧带损伤 以急突肩压痛为主 压痛不明显 持续弯腰后直腰困难 需慢慢才能直起 劳累后症状加重 210 腰无底一级肩韧带损伤 如何针刀治疗 答该病在临床中常见 常没有明确的压痛点 根据患者症状及局部口急痛判断 针刀先刺打腰五级凸骨面或底一骨面 向下或向上探知骨边缘 再深入0.5到1厘米深度切割或纵形摆动 若在腰无底一之间压痛明显者 多是腰背筋膜损伤 治疗时在压痛点垂直近针 刺打急凸骨面后烧上提针刀 探到绷紧增后的筋膜将之切开 并在腰五急凸和底一急凸侧面按压 若有压痛一并治疗 临床中上述两种情况常同时存在 当一并治疗 211 底肌肌下外端附着处压痛点有何特点 如何检查 答 底肌肌和腰背筋膜浅层下外端附着 点在恰急的腰三角区的内侧方 延恰后上级内缘骨面与底恰关节内缘连接到底骨末端 该处损伤可出现腰痛 腰底痛甚至并发下肢疼痛 麻木 麻痹等症状 检查方法 图10-14 患者俯卧位 医生立于床侧 拇指颜恰骨骑的内侧骨面开始 向内置恰后上级内侧骨圆 再向下至底恰关节内侧骨圆滑动按压 可触摸到紧张 增后的软组织节节或硬快 并伴有压痛 恰后上级内侧圆与恰骨脊椎内侧压痛最多减 与肩胛骨内上角肩胛体积附着点的位置相近 治疗时 紧贴骨面切割蓝缩增后的筋膜或建膜组织 图10-14 恰后上级压痛点检查 212 治疗底级鸡损伤 患者的体位怎样摆放较好 是让底级鸡拉紧呢 有人说拉紧是好操作 还是放松好呢 患者座位怎样 答 治疗底级鸡损伤 最好让患者采取腐卧位 使腰被肌肉充分放松 接受检查和治疗 不宜选作为 这主要是在临床针刀操作时 常常要凭手感 经验及生理 硬理 解剖知识来判断病变软组织部位 只有在肌肉相对松弛时 才可以较准确地找到病变软组织 阻力感较大 有坚硬感等 而肌肉的紧张 静卵 常使病变软组织与健康软组织在手下 难以区分 亦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且影响操作的准确性 使疗效不佳 同时肌肉紧张 针刀刺入人体 患者疼痛感较剧 也亦造成弯针 断针 作为接受针刀治疗 术者不好操作 患者如情绪紧张 疼痛 亦导致孕针而增加患者痛苦 若浅层组织损伤 治疗可拉紧 213 恰及压痛点有何特点 如何检查 针刀常规怎样治疗 答 恰骨脊上附着有腹外斜肌 腹内斜肌 腹横肌 腰方肌 背阔肌等 是常见的损伤部位和治疗部位 腹内斜肌在该处的慢性损伤 是引起腰痛或腰底痛的常见原因 有些患者还会有腹壁疼痛 下肢疼痛 严重者可以出现下肢抽搐 夜间甚至可以因抽搐疼疼痛剧烈而惊醒 腹内斜肌位于腹外斜肌深层 前面是肩膜与腹直肌肩膜 腹骨勾韧带外二分之一相连 上方起于肋骨外下圆股面 肌纤维斜向外下指于恰骨脊股面和腰背筋膜 图10-15 图10-16 图10-15腹内斜肌 检查方法 患者腹卧位或侧卧位 医生立于床侧 拇指指腹从恰前上及内侧骨面开始滑动按压 或沿恰骨及骨面逐次向外按压 用力方向集中在恰骨及骨面 所以拇指当向鞋内下方向按压 指下有顿后感和肥后组织节节 压痛明显 图10-10 根据压痛位置 是在恰骨及高点骨面 还是恰骨及深层骨圆 浅层骨圆上或外侧等 针刀斜刺刺打压痛骨面 提起刀将变性组织切开 临床中 直接切割增后筋膜的机会较多 214 腰椎椎板与底骨背面压痛点主要是哪些 肌肉损伤 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 如何检查 针刀如何松解治疗 答 腰椎板与底骨背面主要有底积基 多裂基 回神基 腰椎椎板及底骨背面压痛 除了腰背筋膜损伤外 首先考虑上述肌肉损伤 普世杠16腹内斜肌及其其指点 普世杠17掐骨及骨面压痛点检查 临床中 患者主要表现为腰痛 腰底痛 腰臀痛或腰腿痛 哎呀 4-S2的腰部深层肌劳损引起的疼痛 可以引起下腹部不适 下腹痛 持骨上下肢疼痛 男女性功能减退或消失 月经不调等症状 在底骨下端的腰部深层肌劳损 可以引起肛门或会阴部不适 疼痛 麻木等症状 癌二一三腰部深层肌劳损 可以引起肋功痛 上腹部发紧 不适 腹胀 腹 痛癌气 吞酸 恶逆 胃纳不佳 消化不良 便秘 腹泻等症状 检查方法 图10-18 患者腹握位 医生握拳从胸11脊膏 开始向下扣肌 找到扣肌酸痛的位置 然后将两个拇指重叠放于脊突旁 一节一节地顺此伸压 再压痛明显出定点 针刀治疗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 主要是将针刀探至锥板或关节突骨面 根据压痛的位置 刺到身肌层时患者局部酸胀痛剧烈 将针刀从骨面提起 探着紧张软缩的肌肉或剑膜 切开紧硬的组织 延伸层机纤维方向纵形横行铲包 针下又松动感时 出针 普世杠十八腰椎追伴于底骨背面压痛点检查 215 一些人有时候在伸腰或伸展肢体时 关节总割之作响 这是什么原因 要不要治疗 答 相关关节两骨的关节面一般为一凹一凸 即所谓关节窝和关节头 表面腹有关节软骨 在软骨周圆有关节囊附着 关节囊由结地组织构成 正常的关节囊是个密闭关节腔体 腔体里有空气 比正常大气压低些 在挤压至关节或伸腰伸展上之时 挤压了脊柱后关节的关节囊 密闭关节腔内的空气被压力挤出来 就出现响声 关节囊一般不会挤破 身体其他部位关节受到挤压 同样也可产生响声 但第二次挤压一般就不再出现响声 因为这是关节腔内空气已被挤压出去了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关节囊内空气冲前后 恢复到原来负压状态 为什么有人挤压关节有格格响声 有人没有呢 这与每个人的肌肉能力和关节囊的结构有关 应该说 一般人都会有响声 只是声音大小不同 但肌肉能力很弱的人 挤不动关节囊 就不出现响声 如关节囊扁 没多少空气 也出不了声音 至于需不需要治疗的问题 只要关节处无肿胀 疼痛 功能障碍及局部压痛等 是无需治疗的 如有上述症状 则需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譬如针刀切开肥后的关节囊减压等 216 何为关节图综合症 因关节图病变而出现的牵涉痛有哪些 达关节图综合症 是指由于关节图本身及其附近软组织 因劳损 退行性改变等所引起的下腰痛及下肢疼痛 是引起腰腿痛的常见疾病 关节图及周围组织的病理刺激 是通过两组神经通路传导到脊髓 然后又反射到有关部位 一组是即神经后肢 供给椎体上下两个关节图 如14神经后肢 即供应14关节图 也供应15关节图之外侧与横突及底部 另一组即斗追神经 供应关节图之前 中部即硬膜 骨膜 血管 后纵韧带 纤维软骨环外层 因此当有关节图及附近组织病变时 除引起局部疼痛及活动受限外 还引起相应皮肤的压痛以及远处的牵涉痛 暗阶段上 下两节的分布区 各家报道皆有不同 由A L期牵涉痛区可以看到他们的差异 图10-19 图是关节图综合症产生的牵涉痛 因其发病部位不同而有相应不同的部位 A 1四分之三关节图病变 压痛在极肩韧带 牵涉痛区以大腿前外侧与臀部为主 Kell Grant B 1五分之四关节图病变 压痛在极肩韧带 牵涉痛以臀后 大腿 小腿外侧为主 Kell Grant C 1五底一关节图病变 压痛在极肩韧带 牵涉痛以臀后至极大 小腿后侧 Kell Grant 图是杠十九 1.关节图病变的牵涉痛 图是杠十九 2.关节图病变的牵涉痛 D 14压痛在极肚旁肌肉 牵涉痛在臀与大腿后方内外侧 Feinstein E 15压痛在极肚旁与脊肩韧带 牵涉痛在极肚旁肩韧带 牵涉痛在臀与大腿后至小腿外侧 Feinstein F D压痛在极肚旁与脊肩韧带 牵涉痛在臀 大小腿后面 Feinstein G 无症状的1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1五底一关节图综合征 大腿 小腿后侧散在牵涉痛 Mooney H 有症状的1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1五底一关节图综合征 牵涉痛在大腿后侧 有臀至小腿 Mooney I 1五分之四关节图内病变 牵涉痛在臀后及大腿前外上段 MC Call J 腰五分之四关节图外周围病变 牵涉痛在臀后至大腿外侧及大腿外侧至西上 MC Call K 压痛在多裂肌 牵涉痛在腹骨勾及底掐步 Bug Dock L 压痛在多裂肌 牵涉痛在掐后上及语大 小腿外侧 Kell Grant 217 为什么某些内脏疾病会引起腰、背或腰底部疼痛? 答,因内脏疾病引起身体体表部位产生疼痛或痛觉过敏 而感觉疼痛的体表部位并未发生病变 这种痛觉称为牵涉痛 如心脚痛时,可引起胸壁、心前躯或左臂内侧疼痛 肝胺和胆囊急患可引起右肩部疼痛 肾脏急患可引起腰部疼痛等等 牵涉痛发生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 但一般认为是传导某一内脏痛觉的神经纤维 和传导某处体表痛觉的神经纤维 都进入同一阶段的脊髓后脚 并与同一个中间神经元形成突出联系 而后,再延同一传导通路、传导大脑皮质的同一感觉区 因此,当内脏有病变时 痛觉冲动传入中枢 即引起相应体表区域产生痛觉 甚至出现该区的肌脏力增高或静卵 临床常见的涉及腰背部的牵涉痛 多为盆腔脏气急患 如某些腹科疾病 直肠或前列腺疾病 腹腔脏气引起腰背痛 如一腺疾病、胆道疾病、肾脏疾病等 有人统计 至少有数十种内脏疾病可以引起腰背痛或腰底痛 218 腹科疾病中与腰背痛或腰底痛有关的疾病有哪些? 有何特点? 达腹科病也是引起女性腰底部或腰背部疼痛的常见原因 凡育成年女性、主肃腰底痛而不伴有脊柱或神经系统病便是 应高度怀疑由腹科疾病引起的可能 进一步做腹科检查以明确诊断 常见的腹科疾病 1、慢性盆腔炎 由于盆腔冲血、水肿、炎症以及斑痕粘连所致 常伴有月经不调、白带增多、不韵 表现为下腹肌整个腰背部坠痛、酸痛 疼痛不放射、无局部压痛 检查腰背部无异常 常待劳累、性生活后及月经前后加剧 同时常伴有头晕失眠、全身无力、食欲不振等神经衰弱症状 2、痛经 痛经常发生于月经出巢后不久的未婚或未孕、年轻女性 一般于月经来朝前数小时及一感疼痛 为月经之先兆 月经开始疼痛逐步或迅速加剧 历时数小时或二到三天不等 疼痛常称阵发性下腹和腰底部脚痛 严重是面色苍白、出冷汗、全身无力、四肢觉冷 有时可伴有恶心、呕吐、腹泻、尿品已致头痛、心血管系统症状 3、子宫内膜意味症 患者多为30到40岁妇女 内膜细胞本该生长在子宫腔内 但由于子宫腔通过疏卵管与盆腔相通 因此 使得内膜细胞可经由疏卵管进入盆腔 意味生长 当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腔面以外部位时 形成了一种女性常见妇科疾病 称为子宫内膜意味症 目前对此病发病的激励有多种说法 其中被普遍认可的是子宫内膜种植血说 很多部位可出现意味的内膜 但绝大多数位于卵巢 子宫底骨韧带 脂肠阴到隔等处 本症主要表现为痛经 为激发性和渐进性痛经 即在出潮的最初数年内无症状 激后在经期时出现疼痛病逐年加剧 疼痛多位于下腹部及腰底部 可放射至阴导 会阴 肛门或大腿 疼痛在经前一到两天开始 经期第一天最矩 至经浸后 随意为内膜出血停止而逐渐缓解 以至消失 但疼痛的程度与病造的大小不成正比 四 子宫颈癌与子宫癌 子宫颈癌的主要症状是阴导出血 阴导排液及疼痛 当宫颈旁组织明显浸润 并累积盆壁 壁孔神经 腰底神经时 可出现严重持续的腰底部痛或坐骨神经痛 盆腔病变广泛时 可因静脉和淋巴回流受阻 导致单侧下肢肿胀和疼痛 子宫癌的疼痛在晚期最明显 当子宫颈被癌肿组织堵塞导致弓腔内积穴 肌膿时 可出现下腹部胀痛或静弯性子宫收缩 癌肿转移至盆腔淋巴结及弓旁结地组织后 可引起顽固性疼痛并进行性加剧 疼痛拨从腰底部 下腹部向腿部放射 疼痛特点归纳 由于子宫肌膝腹间的神经来自腹下与卵巢 胶感从和腹胶感神经的盆内脏神经 起于第二道四底神经 当这些器官的疾病波及此神经时 就可反射性地引起所谓的下腰痛 其特点如下 一疼痛常在腰底部 多无下肢症状 二疼痛性质为 钝痛 隐痛或酸胀痛 三压痛点不明显 不集中 四 腰痛症状 多与每次复科病的发作或月经期有密切关系 无放射痛 窜痛 如盆腔炎 腹肩炎等 五患者多有下腹胀痛或坠痛的感觉 同时伴有白带增多 痛经 月经不规则 或不孕 精神不振 食欲不佳等症状 六腰底部骨科检查 无阳性发现 219 肾脏疾病引起的腰痛有何特点 答 在可以引起腰痛的内脏疾病中 肾脏疾病最多 病人可以因腰痛或背痛来就诊 由肾脏疾病所产生的腰痛 处缘发病症状 如血尿 浓尿 蛋白尿及尿频 尿急 尿痛 下腹坠痛等尿路刺激症状外 疼痛多在腰内三角处 位置叫身在 与脊柱活动多无关 但肾区的扣肌痛明显 对于我们治疗疼痛为主的医生 了解患者伴随的症状十分必要 可以防止误诊 物质 220 何谓脊椎过敏症 答 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疾病 主要表现为某个疾突特别敏感性的疼痛 即使轻轻地触摸患追疾突 也会发生疼痛 故拒绝触摸 疼痛产生于疾突的前表部位 稍一出压即感疼痛异常 久久不止 疼痛部位多建于胸椎4-5疾突 其次为其相邻的疾突 除上述表现外 病人常可有背部酸沉 发紧和前拉杆 有的合并前胸疼痛 唯恐别人推紧 这种病人多鉴于女性和神经衰弱者 往往有失眠 多梦 疲倦等 临床检查时常常没有异常体征发现 也没有明显外伤时等 这种病都不会引起严重后果 只有疼痛叫住 触摸患处可诱发过敏性疼痛 病人精神易紧张 局部封闭和针刀治疗效果良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